请问一下 你看得懂这个 这个subitem chkid吗 好 没关系 我们看不懂 我们就先去资料表这边 好 麻烦请点选资料表 请问一下 这个 你先看这边好了 先看这一张 14日在住院日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县识别 这个县识别 都是数字 县识别都是数字 那么 它到底对应到 这个县识行政区 的哪一个 好 所以这时候你就点一下 请问是不是对应到这一个 其实 你对应到 这个叫做subitem ib 这个叫做sub 就是次 其次的次 负 正负的负 那个 负手的负 好 然后 item就是项目 然后subitem id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就是负的 那 接下来 请问一下 这个跟chkid有什么差别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在这个行政区里面 这个63000010 会出现几次 在这张资料表 县市行政区 这个630000 010 会出现几次 一次 一次 可是在这个地方的县识别 这个14日再住院率 县识别 它一季会出现一次 是那里面有多少年 有多少年 再乘以4 就是多少季 所以这边 同样一个县市别的代码 什么6500000 050 会出现非常多次 可以吗 好 我无非就是在讲一件事 这是关联的建立 来请点它 请点第三个 关联 关联 麻烦请把这个县识别 拖曳到 subitem chkid 县识别拖曳到 subitem chkid 然后放开 这边是1 这边是1 有看到这个1 这边这张资料表 14日再住院率 是新字号 新字号就代表是多 可以吗 请问有没有坐到这边 还是没有坐到这边 好比对 明天 那儿是新字号 要快将来 这是新字号 那儿是新字号